凌珊 这次如果不是你的设计外泄 我也不会做这样的决定 够了 你别再瞒嘴谎言了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言下 我轻其所有 就是奢望 你也能掩盖我 可是结果呢 你却把目光放在了一个 剽窃我设计的言下身上 滴爱如果真的上市了 你会和我结婚吗 凌珊 回答我 会 还是不会 凌珊 这是我父亲给你的承诺 够了 丁总 我莫凌珊 今天正式辞去滴爱设计总监一职 请不吝点赞 谢谢丁总 我走了 对了 言下 随时保持联系交代你的事别忘了 我懂的 不许告诉任何人 我代替牧总监的事 再见 丁总 你该不会是和丁文孝 约回去了吧 约什么会 是公事 你昨天晚上让我帮你挑设计稿 该不会是为了丁文孝 不是 那什么 关你什么事 不行 我今天 废得知道答案不够 行 既然你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 我们是去约会了 满意了吧 这是事实吗 你看我笑说谎吗 丁文孝 是你不让我说实话的 我只能配合四起说是约会了 这不是害我自己吗 丁文孝 要解决设计外泄的风波 再度达成和LM合作 有什么方法 将之前的设计全部删除 重新设计 发布会已经迫在眉睫 那文孝为什么 把设计部的工作停止了 你有想过吗 说不定啊 丁文孝已经找好了替代你的人了 不可能 跟LM合作 是因为LM欣赏我的设计 如果真的是欣赏你的设计 那丁文孝为什么要用慈善拍卖的手段 把你推向国际 只不过是障眼法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事实证明 你所做的努力 全都会被言下取而代之 听文总说 LM有望再次跟DI合作 条件是替换掉设计师 没错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能完成得了吗 虽然有些困难 但我相信 可以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 那慕总监 知道此事吗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DI是一家经营透明的公司 我不希望丁总 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对我们有所隐瞒 既然决定替换掉沐总监 就必须告知他什么情况 否则的话 我们这些股东 是不会通过这项决议的 喂 取消我所有的设计 现在总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丁山 别犯傻了 你根本就不了解丁文香 他和他父亲是同一类人 眼中只有利益 我不信 我要去问清楚 看来你的计划 挺成功啊 现在只是暂时站在上方而已 不到最后 谁赢谁输都是未知 丁文香 我问你 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 丁山 这次如果不是你的设计外泄 我也不会做这样的决定 够了 你别再瞒嘴谎言了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严夏 我母灵山 追随了你整整十年 从没有抱怨过为你付出的一切 我心里 我轻其所有 就是奢望 你也能掩盖我 可是结果呢 你却把目光放在了一个剽窃我设计的严夏身上 背着我跟他交往 你忘了你父亲对我的承诺了吗 丁山啊 在我的心里 你不仅仅是我们公司的首席设计师 还是我未来儿媳妇的最佳人选 爸 你到底跟临山说什么了 我希望 有一个有能力的人站在她的身边 能够一直帮扶着她走下去 而你 就是最佳人选 可是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利益 去伤害任何人 背负迪爱的责任 你必须这样 迪爱如果真的上市了 你会和我结婚吗 丁山 回答我 会 还是不会 丁山 这是我父亲给你的承诺 够了 我明白了 希望你不要后悔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因为在丁文孝眼里 根本没有你 只有李毅 你 我不想我所做的一切都成为泡影 我要让夺走我一切的人 都付出代价 莫辰 你能帮我吗 我可以帮你 但你就不怕 伤害到丁文孝吗 伤害 会比他伤害我的身吗 眼下一定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我 要是被添伤害到丁门 你终于和我站在同一阵线了 对 你这一步 未免走得也太好了吧 你以为我愿意啊 如果设计稿没有外写 我根本不可能 做这样的决定 我说你是真不懂 还是装不懂啊 这女人的心 一旦受伤了 一辈子都愈合不了的 我奉劝你啊 别太乐观了 你看我很乐观吗 现在发布会在即 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再说吧 去哪儿啊 丁总这么着急啊 现在新品发布会没几天了 我怕你样影赶不出来 所以交代了唐总 你好 我是路斯的亚洲区代表 剽窃我设计的公司 我们没有剽窃 可能是公司的设计理念 跟牧总监比较相似 别为剽窃找借口 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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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冷静一点 我不可能和一个剽窃者 合作的 你有他们剽窃的证据吗 原本我也以为是他们剽窃 想替你打包不平 我通过一些渠道去调查曲折 但事实证明 这就是巧合 他们对你的设计 极其感兴趣 想要找你聊一聊 岭山 你不会是后悔了吧 好好想一想 丁温孝和银夏 对你做的一切 好 唐总 您好 你 该不会是严师傅的女儿吧 多亏了 银夏 我才能找到你 时间紧迫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 爹爱容不下你 我不想你的才华被埋没 只要你愿意 你的每一件设计 都可以成为优秀的作品 可是 我现在还是隶属于Di的设计师啊 这还不简单 只要你离职 问题不都解决了 可是 别急着拒绝 想想再回答 失诚一门 银夏 你父亲到底有多少个徒弟 应该有两三个吧 不过他是我爸最得意的门徒 他的手艺应该在我之上 以后 我还要向他多学习 有歌向上的心 不错 好 可不可以 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我眼下 我这个股东可是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你在哪儿 我过去看看你 我在店铺啊 我最近没忙什么 那我怎么听说你和丁门笑走得很近 该不会有什么事是我这个股东不知道的吧 反正我有时间 也快见 喂 这个许墨尘突然要找我 还问我和丁门笑的事情 如果他过来了突然要问和LM合作的事情 我还怎么回答 找丁门笑吧 喂 喂 丁总 你来一趟消失光年吧 刚刚许墨尘打电话给我 突然说要来一趟店铺里 还要问我和你的事情 好 我知道了 在我道之前他问你什么都别回答知道吗 好 我知道了 你快点啊 丁门笑 你快点啊 一定要赶在许墨尘的前面啊 丁夏 你一定要谨守这个秘密 如果让许墨尘知道 那敌爱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好 喝闷酒啊 还放不下丁门笑是吧 你别欺骗自己了 丁门笑关心的只有严夏 许墨尘还没到 还没有 你为什么防着他 因为我怀疑他泄露敌爱的设计 不会吧 迪爱是他父亲的原创 那为什么要泄露设计 这不是在伤害迪爱吗 具体原因我还不清楚 不过在新品发布会之前 我不希望再有任何设计外泄的情况发生 这不就是丁门笑的车吗 还要再深究吗 丁门 我不想看到你的难堪 想要挽回丁门笑 除非证明你的价值 才能彻底出具严夏 只有让严夏的设计失败 丁门笑才会知道 能挽救迪爱的不是严夏 而是你 慕临山 丁总 怎么还不来都过去半个小时了 你真的那么希望他来吗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我也不反对 毕竟他是消失光年最大的股东 我还欠的钱呢 你是说那五百万 是啊 其实那五百万是 是什么 丁总 说话不要说一半 没什么 你要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来不来 我才不打呢 如果真来了那我怎么说啊 难道真的说我们两个在约 对 那个 要不今天不等了 我手机关机 咱们明天再说 也只有这样了 天色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 啊 明天还得麻烦丁总 送我去唐总的代工厂 你醒了 嗯 我怎么在这儿啊 你昨晚喝多了 我担心你自己在家出什么事 就把你带过来了 墨尘 我决定了 麻烦你送我去一趟DI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下来 去吧 计划顺利进行 请你准备好文件 这是你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事 却发生了 只有失去了 才知道拥有的珍贵 丁总 我莫灵珊 今天正式辞去DI设计总监一职 我就问你 沐总监 沐总监 来 丁总 沐总监 辞职了 丁文啸万万没有想到你会辞职 他一定傻着说不出话了吧 接下来我该做什么 一切我都替你安排好了 丁文啸一向很准时的 怎么会迟到呢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不不不不不 不可能 怎么可能出事 不不不不不 我们身份 不不不不 放 Maia 不不不不 你得我 不不不不 是不是真出什么事了 打给周琴 喂 严霞 周琴 我 我跟丁总约好了 丁总说送我去唐总的代工厂 结果到现在他还没来 我怕他路上出事 你能不能帮我找找他 的确是出事了 什么事啊 牧总监已经辞去 DI首席设计师的位置了 牧总监辞职了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你 你是不知道 丁总背着牧总监 为你做了多少事 为了我什么 行了行了行了 我跟你说再多你也不懂 现在牧总监辞职了 丁总的问题啊 可就更大了 牧总监 相信您也了解我们品牌的设计 我们不走中低端 倾向大胆个性的风格 而您的绝大部分设计 和我们的品牌非常地相似 我们LOSE 进军每个国家 都会邀请当地知名的设计师加入 这次进军中国 有您的加入 我们倍感荣幸 您看一下合同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希望可以跟您长期合作 我想您是误会了 我辞去低端设计师 只是暂时 并非长久之计 这份合同 我是不会签的 灵珊 这可是你进军国际舞台的好机会 我只是想让文绣 回到我的身边 并不是彻底离开 我来处理 灵珊 你忘记昨晚说过的话吗 难道你不想让丁文啸 知道你的重要性 可我如果签了合同 就算文啸知道了我的重要性 我也回不去迪埃了 你离开迪埃 是会给迪埃造成重创 但是如果严霞的设计 发表成功的话 你所做的努力 全都白费了 我不接受LOSE的方式 可以 那就换一个方式 让剽窃者 尝尝被剽窃的滋味